今天我去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英文的UNESCO国际艺术教育州 里面有个国际和平艺术节 英文就叫做Art for Peace 这个在香港搞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的而且确在香港比较少人去探讨有关和平的问题 很多时候说和平大家都会联想在占中 但其实和平真的不仅只有这么窄的一个概念 我们应该看幅一点 里面提出了五个关于和平的概念 和平是包含什么呢 我想最简单就是自己要和自己的心灵处理得好一点 心理上的和平 我们不是想说和谐而是和平 Harmony是一件事 但Peace平静那种感觉 冷静那种感觉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说个人和平的感觉之外 我们走一个层次就是社会的和平 这个大家常常会探讨这个问题 但其实贫富懸殊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个范畴 除了社会的和平之外 再上一级就是政治上的和平 究竟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理念它是怎样去互相配合的呢 大家一起所谓找到共识 可以帮到整个社会在政治方面向前走呢 然后走完政治之后 都是理念之争就是文化上的和平 所谓文化上的和平 很多时候就不单止是价值观的表达 还会和宗教有关的 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人和这个世界 怎样和平共处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其实会不会真的和我们的环境 特别是我们自然生态不能够和平共处呢 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这种概念其实中国人应该零碎容易明白的 因为都是一种收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概念 希望在佛誕的这个日子这个假期 大家不要只顾着消费 想一下怎样和我们身边的人呢 怎样和我们身边的环境呢 以至于怎样和自己和平共处